这是母狮单枪匹马捕猎水牛的精彩音幕 只见母狮死死咬住水牛的脖子 无论对方如何反抗挣扎 母狮都绝不松口 面对这个体型 离自己还大几倍猎物 母狮最终能捕猎成功吗 就在刚刚 鸡肠碌碌的母狮 抓到了一只落单的水牛 因为惧怕野牛强壮的体魄 以及尖锐的牛角 母狮并没有与其硬碰硬 而是趁其不备 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脖子 只要能咬破他的气管 水牛就必死无疑 面对如此的险境 水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优势 不断地晃动着自己的头部 企图把母狮甩下去 可是母狮就跟狗皮羔羊一样 怎么也甩不掉 水牛焦急地甩着尾巴 脖子处传来的剧痛 告诉他 如果再不能挣脱母狮 自己将必死无疑 正当水牛准备再次发力时 母狮感受到了水牛的意图 为了不前功进气 母狮在咬紧的同时 又用爪子紧紧地抱着水牛的头 接下来 水牛多次挣脱 但是却始终没有摆脱这个难缠的家伙 不远处的人类 被眼前的这一幕也震撼了 虽然他们很同情水牛的遭遇 但这是自然法则 他们也不好干涉 片刻之后 水牛已经精疲力尽 只能无奈地站在那里 愿有母狮撕咬 不远处的人类 似乎是他最后的希望 于是水牛在缓了一会后 艰难地抬起头 可怜巴巴地望向汽车 希望人类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面对冷眼旁观的人类 水牛很失望 眼下还是只能靠自己 他将母狮往道路上拖动 企图通过摩擦地面产生的疼痛 来逼母狮松口 不过母狮识破了水牛的小伎俩 强忍着疼痛 坚决不松口 对于母狮来说 水牛一旦挣脱了束缚 食物没了不说 自己还可能遭到水牛的重击 哪怕被他踩上一脚 也是母狮承受不了的 紧接着水牛使出最后的力气 激烈地晃动着脖子 水牛将母狮拖到了道路中间 希望可以借助人类吓跑母狮 水牛非常绝望 不断发出惨叫声 而母狮仍然没有丝毫的松懈 看来不到最后 母狮是不会松口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水牛开始体力不支 母狮也加大咬力 准备给予水牛最后一击 此时的水牛 因为呼吸困难 已经开始口吐白沫 反抗变得越来越微弱 只是时不时地摆动一下脑袋 对母狮构不成丝毫的威胁 渐渐地双方又来到了道路另外一边 奄奄一息的水牛 还想尝试着最后的挣扎 但一切都已经于事无 在这只聪明的母狮面前 水牛的一切反抗都只是徒劳 接下来水牛所面对的只有死亡 这就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感谢你